女人生就是一个矛盾体 平时连瓶盖都拧不动的她们 竟然大包小果的逛街 八小时大气都不带喘 一件标价几百块的衣服看中了 立刻毫不犹豫的买下来 可一捆两块钱的青菜 宁肯耗费半小时 也要砍价到一块五毛钱 每次出门前至少有两个小时 是用来化妆的 而不出门却可能一天都不洗脸 难道你的美丽只是属于陌生人的吗 如果是馒头稀饭的话 女人一般喝半碗粥就会喊停了 原因是减肥不能多吃 而逛街的时候 一会儿一个甜筒 一会儿一包薯片 过一会儿再来几个炸串 就在昨天中午我正在上班 媳妇发来信息 吃什么食物可以减肥 我上网查了一下回复她 一玉米 二山楂 三苹果 四地瓜 晚上回家看到媳妇躺在沙发上喘气 问她怎么了 她说一根玉米 两个山楂不在华像 三个苹果也还可以 四个地瓜撑死我了 怎么没把你撑死我 拥有一副曼妙身材 是每个女生的梦想 因而有句话叫 生命不息 减肥不治 你是不是也曾无数次下决心要减肥 但结果却是一次又一次 杀鱼而归 其实每次减肥 你都是提前精心计划的 但却疏忽了计划 随时都会发生变化 锻炼本是为了苗条的 可炼完了发现 胃口变得更好 健身卡是早就办好的 但也不过就是用来洗澡的 晚上明明是出门夜跑的 谁知拐弯就遇上了烧烤的 说好了周末健身 一起去爬山的 去了发现变成野餐了 减肥前你是下定了决心的 可每次决心都输给了过嘴瘾 本打算只吃点面包来垫垫胃 却送了份黄油说免费 别想只点一份沙拉的 结果碰上了牛排打折半价 晚上熬夜只想吃一口 一不小心你就吃了一宿 女生们承认了吗 没有减不了的肥 只有挽不住的嘴 你的梦想是什么 早睡 减肥 涨工资 只可惜理想很丰满 现实太骨感 现实生活中的你 是不是头发都快掉光了 体重也没掉 减肥路上的阻碍 究竟有哪些 交友不慎 美食一起吃 胖就一起胖 你吃青菜鸡胸苍米饭 他却点了奶茶炸鸡小龙虾 好不容易坚持到半夜 投不过朋友的一个电话 烧烤 约吗 应酬太多 交际不间断 应酬经常有 火锅自助麻辣烫 腿胖 腰胖 脸更胖 穷 健身卡一年好几千 私教一堂课就几百块 沙拉水果比肉贵 汉堡套餐才实惠 另外你还懒 挽不住嘴又迈不开腿 你说不胖你胖谁 或许胖已经让你很忧伤了 我本不该落井下石的 但是脱贫脱脂脱单 不正是你的终极目标吗 俗话说 有志者施敬成 来 立刻振作起来 拍拍你的小肚子 让我们先吃完今天再说 哎呦 每个女生年少时都曾有过一个公主梦 期望与自己的白马王子邪后 并相伴一生 然而现实中却总是经不住美食的诱惑 谁给我买个冰淇淋 我就跟谁好 谁给我买个全家桶 我就跟谁走 谁请我吃顿自助餐 我就做他女朋友 现如今 谁不嫌我胖 我就嫁给谁 减肥是女生有横的话题 多少女生的新年愿望是 今年瘦成一道闪电 亮瞎你们的双眼 然而年底却胖成了一堵墙 挡住了所有人的视线 看看电视里的女生 瘦脸针 开眼角 变鼻梁 苹果鸡 再看看自己 这个好吃 那个好吃 老板再来一份 单身的男孩子们 不要再挑肥减瘦的 找个胖点的女朋友难道不好吗 花同样的价钱 你挑了个分量最足的 小姐肥的女孩子们 你又是否知道 地球上100公斤的重量 在火星上却只有38公斤而已 你真的不胖 你只是生错了星球 哈哈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或使用